偶像剧里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元素 那就是俊男美女 如果不是东西方混血的 就一定要得是港台天王明星脸 就是要让观众看得目不转睛 舍不得转台 泰国明星们自己也不会言 外表有的时候的确比戏的情节还要重要 很多泰剧迷说 泰国男演员不能用帅来形容 真正的形容词是妖 对 就是妖怪的妖 你好 台湾的 就是因为帅气中还必须带点魅惑 这已经超出了帅的范围 如果男生要妖 那女生呢 嗨 精致的小脸 水汪汪的大眼 讲起话来超级温柔 他是view 走的是可爱路线 你好 这是方 比较成熟婉约 他们不会言男的帅 女的美 让你舍不得转台 的确就是泰剧的最大特色 泰国偶像剧除了要有俊男美女 要会谈情说爱 还有就是动作动作动作 Action 这一天排练的是前女友登门找范的情节 而打架之外还要摔东西 类似情节其他泰剧中也看得到 在泰国当偶像不容易 要有脸蛋 要有头脑 还要文武截备 难怪当泰国上下正在封韩国明星的同时 很妖也很帅的泰国明星已经悄悄风靡 海峡两岸 东森新闻 陈宇辰太佑 卢品农采访报道